大家好,今天来做古早蛋糕 奶香,蛋香,口感绵密,入口即化 所有的材料 微波炉1.5分钟,把植物油加热到75度左右 在植物油里,筛入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这个是烫面的过程 这种有纹路即刻就会消失的状态就好了 再加入牛奶搅拌均匀 这种结块的状态没关系 等会儿用鸡蛋黄就可以把它化开 敲开一颗鸡蛋 蛋清倒入无水无油的容器里 蛋黄倒入刚才的面糊中 爱个儿把五个鸡蛋全部都蛋清分离 每加入一颗蛋黄就要把面糊搅拌均匀 五个鸡蛋都这样蛋清分离 蛋清倒入干净无油无水的容器里 蛋黄倒入面糊中搅拌均匀 蛋黄这种有纹路但很快就消失的状态就好了 开始最重要的一步 打发蛋白 先挤入几滴柠檬汁 开中高速打发蛋白 一直到颜色变成蛋黄色 并且有大气泡出现了 我们就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 继续打发 等气泡变成小气泡 很细腻的时候 加入另外三分之一的白糖 大约两分钟后 蛋白完全白了 并且出现了纹路 这时候把剩下的所有的白糖都倒进去 再继续打半分钟 停下打蛋器 可以看到出现这样的弯钩 湿性打发就好了 三分之一的蛋白倒入刚才的蛋黄糊里 用上下翻拌的手法 把它们搅拌在一起 不要用画圈的方式 那样会消泡 等搅拌好了 再把这些糊倒回到蛋白糊里 还是用上下翻拌的手法 把两种糊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8寸的圆形烤盘 垫上烘焙纸 把鸡蛋糊慢慢的倒进去 震动一两下 因为要用水浴法 所以这种活底模具 我们还要包上一层稀薄纸 防止漏水和浸水 蛋糕模具放入底盘里 在底盘里加入一厘米高的水 用牙签把表层的小气泡戳破 烤箱已经预热好了300度 蛋糕盘放进去 低温水域烤50分钟 烤好的蛋糕模具拿出来 轻轻拎热烘焙纸 就能把蛋糕取出来了 撕掉翻被子 抖臀的感觉哦 盖上一枚可爱的小熊章 领导抱怨说 蛋味太浓了 口感太细腻了 这难道是想吃法棍吗 总之你喜欢吃蛋香口感细腻的古早蛋糕 你就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